继续分享一下我无人机的一些飞行的经验 当我们飞山和飞大厦的时候 做一些环绕的拍摄的时候 就必须注意我们的站位和我们的飞机的一个位置 因为图传信号和遥控信号是直线距离的 如果你在动楼的一边 而飞机在另外一边的话 它中间有大楼或者有山来阻挡 那就会断了信号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飞飞下会有时候断链就是这样 信号是直线距离的 所以飞行的时候 尽量你的站位和你的飞机 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物 那就令到飞机的信号达到最好 现在有些无人机已经有4株的逃权无快 他们那些就不需要顾忌这个问题 还有再说一下我们的站位方面 我们的站位方面就是 除了和无人机之间的距离 中间的阻挡信号之外 还有很多时候普通的玩家 都是去飞一下 环境 飞一下 景点 那这方面 就要注意一点 因为你在景点或者市区飞 很多时候会影响到人家的安全 即是万一部飞机跌下来的时候跌到人的话就很大件事 所以一般城市里面的 建筑公园 和景点 你飞的时候就尽量要找一些陰陰湿湿的位置 即是没那么容易被人发现 就算有人查的话都没那么容易捉到你 当捉到你的时候 你就比较麻烦 可能拘留 或者没收你的无人机 看你初犯还是怎样 如果你初犯的话 一般就 写一下检讨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很多时候 太依赖无人机的一些智能的设备 所以我们忽略了 怎样正确去飞 我比较经常的操作 就是我不会钉死个屏幕 来看 我就会看着屏幕 又会看一部飞机 看个屏幕又会看一部飞机 实时会留意飞机的状态 环境 还有你的屏幕看到的东西 来做一个结合 这样的话 令到你部飞机 没那么容易出事故 如果你只是 只钉死个屏幕 有时候你部飞机 附近有东西 你的全感器检测不到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撞上去 毕竟你的全感器都是电子设备 它是有机率 是检测不到的 在视觉定位方面 它是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首先它搜索的方向和范围 是有一些比较 深的文理 它可以检测到的 如果你的一些白墙 一些比较 纯色的 环境 它是检测不到的 当它检测不到任何东西 它就定位不到 那部飞机就会飘的了 所以很多时有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在室内飞的时候 飞飞下部飞机会自己撞 它就是全感器检测不到 很多时候就是要 经常去看飞机的状态 和看图传画面 互相来回 看 单看死一面 其实都不是太好的 而且要学会 手持起飞 和手持降落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时候 地面比较复杂 就不允许你在地面直接起飞 那你就需要在手上起飞 和在手上降落 虽然看上去会有些危险 但是如果你操作正确的话 基本上 危险是 接近零的 手持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就是 飞机尽量远离你的身体 和你手指捉住飞机的时候 就不要捉得太高 如果捉得太高 很容易 掌会刮到你的手指 就尽量捉低一点 如果你都是怕部门机会刮到你的手指的话 那你就 使用掌心 掌心向上 让飞机放在这里 让它自己上升或者降落 这个就会比较安全 还有注意一下 附近周边环境 有没有一些比较强的磁场干扰 就是可能一些信号塔之类的 因为那些会影响你的遥控器的信号 和你的途船信号 最主要是 会影响你的遥控信号 有些时候会直接抢走你的遥控信号 我试过有一次的就是 我起飞机的时候 部飞机自己不停向前冲 我就需要去打杆去拉回来 我试了几次之后 都是一样的情况 就 怀疑是 附近有一些比较强的 一些 池墙 或者信号干扰 令到飞机有些异常的状态 所以这些也都要注意一下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有空吹水 OK 这些比较强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